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轩田 今天想要来回答的问题是个很实物的问题 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工智慧专案 最关键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 有点像阿姆斯壮登入月球 那个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那个一小步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在我们的ISC第一讲之中 我们曾经把资料、机器学习 以及人工智慧的关系 比喻成像煮菜一样 所以要做一个人工智慧的专案 就像忙碌的厨房里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准备 举来说你如果从资料上面来看 资料可能有资料的收集 可能有资料的清理 可能有资料的储存 如果从要用的技术上来看 像机器学习是其中一种技术 机器学习里面可能也牵扯到 要建立什么样的模型 要用什么样的计算 以及到底有没有其他 不是机器学习的技术 要纳入选择 而如果从人工智慧来看 就是从应用的部分来看的话 可能就会有 那你今天要怎么衡量 到底做出来的东西成不成功 要怎么把做出来的东西 真正变成一个使用者可以使用的系统 以及这个系统 到底它在这个扩增性上 或者易用性上到底好不好用 那这些都有可能是要做一个人工智慧专案的时候 你如果做一个专案负责人的话 脑袋里在想的事情 哎呀这个事情千头万绪 到底哪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先做呢 或哪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呢 那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个人经验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衡量这个专案 到底成功或不成功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评断的标准 有这个评断的标准 才可以根据这个评断的标准 去执行这个专案 然后这个专案才有机会 在这个标准下变得成功 所以我认为关键步骤 就是设定评量的标准 评量标准在专案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评量标准可以帮助我们 做整个专案的计划 从使用方来看 评量标准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这个计划的目标到底在哪里 而有了目标之后 你的工程师或科学家 才会知道他们要怎么 对应这个目标来做技术上的选择 这个技术上的选择 可能是模型上的选择 可能是计算架构上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都有赖好的评量标准 而有了模型上的选择之后 那我们的衡量标准也会告诉我们 也会暗示我们说 那到底我们的资料可能需要哪些准备 哪些资料是跟这个评量标准比较有关系的 哪些资料是跟这个评量标准比较没有关系的 而另外这样的推理 从使用到技术到资料的推理 其实不是只会做一次 通常的人工指挥专案 你可能都会经历好几次好几次的进步 而这个每一轮每一轮的进步之中 一个评量标准就可以告诉我们 下一轮的时候我们到底还能够再怎么样进步 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进步 所以在整个专案的周期里面 在整个专案多次的周期里面 我们都会受到评量标准的影响 评量标准不是一定不可以变 但是我们必须在每一个时间点都有评量标准 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方向有没有走偏了 我们说如果在日常课堂里面好像说考试领导教学 在这样的专案里面其实就是一种考试引导教学 考试就是我们的评量标准 但是我们有这个评量标准之后 我们才能相对于这个评量标准去想一想 我们的教学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这个评量标准真的变好 那未来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再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设定一个好的评量标准 那现在请大家先记得 开始一个人工智慧专案 一定要先有评量标准 没有评量标准就开始人工智慧专案 那么就像晚上如果灯塔不开灯的话 你的船只一定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很容易就出脚了 所以我们今天回答的问题 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工智慧专案 最重要的关键第一步到底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设定一个好的评量标准 它可以告诉我们计划的目标在哪里 它也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我们在资料在技术的选择 在要怎么进步等等这些事情上 到底要怎么样做 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第二讲 这个演讲仅代表我的个人意见 与任何我的任职与合作单位无关 也无意伤害任何团体或个人